請用兩句話形容你的角色 他是一個脆弱而且會在自己在乎的人面前出起一道牆的女生 請用一句話形容你自己 我覺得你自己會是一個很盼力的人 除了演戲之外最想要的才能 樂器我想要學彈鋼琴或者是鼓掙 等戲的時候都在做什麼 睡覺 拍馬對風暴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應該是印象最深刻的是很難得有一個這麼棒的機會 可以跟像正偉這樣的合作 因為我們總是在拍戲的當天 還在一直到上戲的最後一刻還在不停的 為了劇本還有劇情還有角色來奮鬥 所以這是很特別的經驗 拍馬對風暴遇到了最大的挑戰 我想應該是因為他的叛逆所以你必須要去學一些重機 或者是說其實他的臉部的表情是 看起來很冷漠 可是其實他的眼神必須要透露著 其實他是溫暖的 準備入戲之前需要花一點時間 床戲打戲半球使壞哪一個比較難 放球 半球 喔半球 打戲吧 打戲因為其實他需要套很多招 然後 有時候也關乎到就是你們自己的身體 血不血調運動神經不好 所以我覺得打戲應該是最困難的 鄭瑞瑞跟楊瑋瑜最大的差距 喜歡男生就喜歡女生的差距 不工作的時候喜歡做什麼 我喜歡出去旅行畫畫 主菜 愛情跟麵包哪一個比較重要 兩個都很重要 5加7乘以8減23的你多少 5加7 乘以8減23 不知道 5加7 12 12然後咧 5加7乘以8減23 天啊我數學很難欸 不要考的問題 最常聽到別人跟你說什麼話 很健忘 最喜歡聽到別人稱讚你什麼 狀態很好 你狀態很好欸 謝謝 謝謝 明天是世界末日的話 想做的最後一件事情是什麼 我想我會24小時都不睡覺 然後跟我的家人朋友 還有我 對來的貓咪一起度過這24小時 每天起床做的第一件事情 放音樂 覺得自己最有魅力的地方 笑容 你的口頭殘 皮了 哈哈 請對麻醉風報的觀眾說句話 各位在收看麻醉風報的你們 希望麻醉風報可以讓你們看到 平常我沒有注意到的一些 在醫院工作很辛苦的工作夥伴 然後希望能夠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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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